晚上好,欢迎来到枕边经典 每晚9点30分 尼巴和硬油的声音给您一起重温经典 那今天呢是3月18日 据台湾联合报道称 罹患脑干肿瘤的作家李敖 近日因病况转危 今天上午10点59分离世 享年83岁 那在李敖去年诊断出脑癌后 5月份就开始接受放射性治疗 导致免疫力下降 感染急性肺炎病危 6月份的时候 他写了一封公开亲笔信 希望跟家人、友人、仇人好好告别 那今天呢我就为您分享一下 李敖的这封公开信的内容 一项读者 你们好 我是李敖 今年83岁 年初我被查出来罹患脑瘤 现在刚做完放射性治疗 现在每天要吃六粒肋骨唇 所以身体里面变得像一个战场 最近又感染二次急性肺炎住院 我很痛苦 好像地狱离我并不远了 我这一生当中骂过很多人 伤过很多人 仇敌无数 朋友不多 医生告诉我 你最多还能活三年 有什么想做想干的 抓紧 我就想在这最后的时间里 除了把李敖大全集 加编41到85本的目标之外 就想和我的家人 友人 仇人 再见一面 做个告别 你们可以理解成 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后一次会面 再见李敖 几次之后 再无相见 因为是最后一面 所以我希望这次会面 是真诚的 坦白的 不仅有我们如何相识 如何相知 更要有我们如何相爱 又相杀 对于来宾 我会对你说实话 我也想你能对我讲真话 言者无罪 闻者足见 或许我们之间 有很多残酷的斗争 但或许我们之前 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我希望通过这次会面 能让我们都不留遗憾 不留遗憾 不留遗憾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也是我对你的期盼 对于来宾 不管你们身在哪里 我都会给你们 手写一封邀请信 邀请你来台北 来我书房 我们可以一起吃一顿饭 和一张影 我会带你去看可爱的猫 我会全程记录 我们最后一面的相会 一方面是留作你我纪念 另一方面也满足 我的一点私心 告别大陆媒体 已经近十年了 我想通过这些影片 让大家再一次见到我 再一次认识不一样的我 见证我人生的羡慕 谢谢各位 那好了 今晚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李敖先生走了 心中深暴痛切 他的文章直书胸义 有鲁迅一样的文风 文笔也非常的优美 读来教人非常的享受 那我们在这里 一起祝李敖先生 一路走好 听我把春水叫寒 看我把绿叶醉黄 谁到秋夏已心愁 烟火灵也已悠悠 花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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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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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为是秋天 春走了夏也去秋一农 秋去冬 来梅青湖再摸 教好春时匆匆 莫叫好春世纵纵 听我把春水叫喊 看我把雨也摧黄 谁到秋夏已心愁 烟波林也已悠悠 花落红 花落红 红了风 红了风 长痴人像双鱼 握着薄衣薄的蚕冬 总归是秋天 总归是秋天 春走了夏夜去秋衣农 秋去冬 莫叫好春世纵纵 莫叫好春世纵纵 春世纵纵 春世纵